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个月底已经被移交司法 成为了因为贪腐罪名落马的最高层军官 不过军内打虎似乎还没有进入收官之战 昨天根据一个有影响力的微信公号披露 军中的另一只老虎也已经成为目标 一份有军方背景的香港周刊 上个星期刚刚曝光了徐才厚涉滩的内幕 办案人员在其豪宅的地下室内发现了一吨多重的现金 诸多的赃物用了十几辆军车才全部运走 不过军中的巨摊并非只此一家 11月23号一个由媒体业者组成的微信公共账号查实局发文说 迹象显示当局已经瞄准了军内的另一只老虎 我想很大的可能性是郭伯雄 因为郭伯雄他以前也是军委副主席 跟徐才厚是江泽民的亨哈二将 徐才厚是主管人士和买官卖官的大量的敛财 而郭伯雄是抓所谓的军备或者采购 通过赤军备大规模的敛财 那么郭伯雄他除了自己遇到的麻烦这方面的传言以外 更有他儿子郭正刚夫妇被带走调查的消息 还有他弟弟被闲置起来的消息 那么这些消息符合前一段时间反腐的手法 就是说先把他周围最亲近的人先给抓起来 然后再公道这个人 其实在查实局披露消息之前 11月20号另一家外媒也披露 郭伯雄的秘书已在三个星期前被抓 分看郭伯雄的履历 早年历任兰州军区北京军区的高层 1999年他被江泽民提携进入中央军委 2002年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掌握军中的实权 江泽民军委主席届满 理应下台 但是获得郭伯雄张万年的强力支持 江泽民在连任两年 而郭伯雄也在江泽民的庇护下 连任两届军委副主席 中共党魁他选择接班人啊 都是以紧跟自己 或者至少是不会否定自己的 主要政治遗产为原则的 那么江泽民的政治遗产呢 就是迫害法轮功 2011年10月末 郭伯雄出访中美洲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 以化身调查的方式 与郭伯雄通上了电话 你好 是中央军委郭伯雄副主席吗 当调查员询问 军方涉及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事务时 郭伯雄并没有对此否认 郭伯雄的权力黑幕 可能不只是公堂私用 江泽民时期军政高层都已参与迫害法轮功作为政治保险 但是如今 这项保险反而变成萤火上升的风险 新唐人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